坐牢被揍 记仇九年砍玉友 被砍伤的新竹市男子撂泉水 昨天示范被玉友捆绑也经过 前凶的是贯切庄敬才 他九年前曾坐过牢 他前天下午在公园 遇见玉友撂泉水 邀他到自家喝酒 他想起坐牢时曾被玉友殴打 越想越气 趁玉友喝醉睡着时 拿起菜刀恐吓他不要乱动 在以胶带捆绑 还砍伤他右手 赶跑就把你分尸 被害人昨天凌晨趁机逃出 向路上巡逻警车求救 警方立刻逮捕熟税中的嫌犯 警方征讯后将嫌犯一抢到罪嫌移送 东新闻新竹报导